看英國的外町 航空公司 一台一百分之一百 影響航空燃料飛行的大型客機 背過的大聲音 成功在美國港樓 為大型的飛行機 集團的飛行 審理數 這也證明說 全補的飛行方式並沒有問題 這是一段由政府主著 沒有在負負生機的短短路程 打載勞斯萊斯特倫特 發動機的外町航空 不可以七八十客機 為倫敦西斯洛紀念起飛 飛過大聲音 成功降落在紐約跟來的國際機場 這次一台完留航太公司的G600公布機 使用一百倍永久航空燃料成功飛過大聲音 為定出現的特別所在是商業航空公司 頭一半以客機使用港款燃料 等到飛行成功 只是永久航空燃料酒 還有成本是普通航空燃料的三至五倍 是航空機不正面臨的大條件 包括維丁在來的國際 幾個型的航空公司都表示 希望在離航三空營地進展 用航空燃料使用比例的50% 航空機如果想要在離航五空營地進展 達到整齡排航 永久航空燃料使用比例要達到65% 只有0.1%的國際航空燃料 是能達到達10%的 所以有100至150次的 能達到達10% 永久航空燃料SAF 能夠保管農作部家庭燃料 和使用油頂 途中來完造型 為定這座的燃料 整晚50黨SAF 使用兩種類型的燃料 其中88%來自燃料 其他是比國還沒進行的燃料 在初期跟混席後 永久民航交集各位 齊陪森這座回應 還有很多公司參與一個機會 包括演員這座兄 老師來師和邊緣大咖 永久航空公司 公司新聞恩惠林彭陽